你好,今天是2023年12月30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我開了一個公告群組 公告群組在下面的說明 有一個連結可以進入 我會分享一些有用的圖表 我每天都會轉發去那裡 接下來的視頻由2024年1月1日開始 就會是另一個形式的說話 不會只是說話,可能會出外表 因為Youtube說我的內容是抄襲 我怕它封號,現在就停了它的收益 所以就要去做一些轉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群組 另外第二就是1月20日就會有一個線下聚會 線下聚會在Youtube的訊息裡 就有詳情 還有在群組裡 我也發了報名的連結和怎樣去做 應該會在尖東 下午茶 有一個T-Set 還有有一本書送 可能會送兩本,因為有一本很舊的 港版房地產的都會送出來 跟大家聊聊 2024年的情況 會是怎樣去部署 還有說一些新零售 怎樣開拓業務 現歸正傳 就回到2023年 現在年尾 很喜歡做回顧 你看到第一件事 是什麼呢? 股票市場跌了 今年跌了2000多點 那樓又是 由最高峰跌了下來 跌了5%左右 但是由樓價最高峰跌了下來 差不多是兩成 那是說 如果是恆辛指數 是由它創歷史來 第一次是連續跌4年 雖然是連續跌4年 但是不是你想像中跌的幅度是這麼大 即是它是說一個陰桿式的下跌 那和七幾年 那個要跌成六成幾 即是七三年那轉跌六成幾 或者是說中英聯合聲明 去談八三年那時候跌成四成 或者是說在九七那時候跌四成 以及在20科網爆破之後 跌成四成 那個傷害是 即是那個速度是沒有這麼快 幅度沒有這麼大 但是這樣陰桿陰桿這樣跌呢 又是另一種類似零次 那其實第一個警號就是什麼呢? 第一未試過四年跌 究竟結構性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接著在房地產市場 已經是20年裡面未試過兩年跌 那其實跌的幅度都不是很大 如果是說樓價的跌幅都不是很大 都是一些我都會說叫做陰桿式的下跌 那這個是最磨人的 就是好像是好 那些人又 其實香港的底子是厚 想衝進去 但是衝進去 一衝進去就是套路 那恆辛指數會不會五年跌呢? 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呢 只是用一些叫做機率 那個機率是怎樣呢? 在說 上年都有人會說 恆辛指數未試過三年跌 那所以呢 那個 2023年呢 很大機會是讓足 都不說說很大機會 其實差不多很肯定說 是會讓足 是一個上升的年 所以呢 就入市了 即是22,000點就很划算 那這個 所以很多人在20,000點那裡附近 就鬧貨 那 其實 股票市場呢 就不是好像買衣服那樣 你折扣多少 無論股票市場也好 樓的市場也好 你比高峰跌多少 那其實有試過很多股票啊 都試過是 直插沒有水花 跌九成 譬如好像Split啊 好像是快手啊 美團啊 那些 你說見底比高峰期便宜多少多少 全部都可以跌到你不順 即是你用一個叫Average Down啊 或者是用一個叫Discount啊 用到後鏡去看問題這件事呢 去玩股票也好 玩樓市也好 就絕對是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 第二個呢 他們會用一些叫做基本分析 股票市場 用PE啊 或者是用股息啊 或者是 這樣的方式去 去衡量的時候 根本 原來那個市場 是出現了一個叫做結構性的變化的時候 根本 就是 不是你那個想像 那這個 其實 無論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是面臨外資 是撤離 看回呢 那個 香港的樓呢 其實呢 相對來說呢 不是跌得 最金 如果是說 跌得金的呢 其實就是 是說 深圳 是比 香港的樓呢 是跌得 重金 那 有一些 譬如是 好像 平山區 有一個叫做 營富家園 由2021年 五萬六千二一平米 現在是 跌到 1.62萬一平米 是跌了71% 旭飛華龍園 是跌了六成七 八卦嶺宿舍 是跌了六成 那 排第十位 旭飛花園 福田區 由123100 一平米 跌到 57 大概 跌了54% 那你會看到 其實 講著 房地產市場 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還有二手市場 其實就是 這些 叫做 北上港深 這些 一線城市 那 其實那些省匯 都不是那個房地產市場 那個二手樓通量 是這麼高 因為內地建房的 那個 叫做 折舊率 或者是 非常之快 所以 為什麼內地人 這麼傾向於 買一手樓 因為他們知道 那個二手樓 那個折舊 就是那個損耗 是非常之快 還有 還有 只有 一線城市 北上港深 才有二手的樓轉量 那 你看得到 以 北上港深 深圳 是一個超級大的城市 他們的樓價跌得這麼厲害 那 這些是跌得最厲害 那 其實那些跌 我想 三成啊 五成啊 比比街市 這個是會影響到 整個 中國的財富效應 那 那中國不好的時候 就會令到 香港都不好 這些是一些 結構性的問題 那 現在 內地的房地產 我想 中央政府都未想到 一個解決的方法 因為那個 爆雷那個 封口缺口 就是非常之大 那些人 經常期望 就是內地的人 很有錢 下來去 掃香港樓 那我想 已經是 不存在了 就是昨天都說過一次 香港是唯一一個 可以套現得到的地方 因為 你現在 都是比高峰期 都是跌了兩三成 相對在 內地跌一半啊 跌七成啊 甚至有一些 叫做 小的城市啊 又跌了八九成那些 是 已經是好很多 那 唯一可以套現的 就是如果在香港還有樓的時候 就是一個最好的套現的途徑 那這個就是 市況 那 我自己喜歡看 就說 我看這些圖表 然後呢 就用它的趨勢 就是你一浪高於一浪 你就去入市 如果你不是一浪高於一浪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去 入市呢 那又看回環球整個股市的表現 那 美國的納斯塔克呢 表現得非常之好 今年呢 是升了四成四 那 台灣呢 就升了兩成七 那 美國的S&P呢 就升了兩成四 那 德國又升了兩成四 那 最差呢 就是中國 的上證呢 就跌了六點六 那 香港的行指呢 就跌了十三點九 那 香港的國指呢 就跌了十四點一 那這些都是說的 那 那個 股票 那個 叫做 市場呢 就在說 就是這麼差 那 那 大家 去展望2024年 那 那 大家 現在是 中國 就希望它 脫離得到那個 就是找到 一個新的增長啊 無論是 經濟啊 或者是一個新的市場 擺脫到以前那個 慘況 那 第二個 我想說的 就是 昨天呢 我和一個 全城學院的院長 李智誠博士 A-Money 見面 那 他之前也做過 叫做 市務學會 那個會長 那 那 我又送了兩本書給他 他又送了一本書給我 那 他本新書呢 就是講 跟陳敏儀 以前的電視藝員 寫的 寫的 關於生和死 那 因為他 現在就是想提倡 一個叫做善經濟 善經濟 善經濟就是在說 在一些 虛擬的東西 因為現在 在過去的20年 大家很著重的 走土運 就是說一些很物質的東西 沉迷在房地產的東西 那 那個 聲勢呢 對人的心靈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不是 那 接下來 走一些虛的東西 其實我都認同 善經濟 就是 怎樣去令到人 去走一個 大島 就是 不要那麼注重物質 想想一些心靈的東西 那 不是會那麼多人 去想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始終 畢竟是一個叫做 資本主義的社會 是全球最資本主義的 社會的城市 大家要去想的東西 千方百計 就是想去賺錢 鬥的是鬥什麼 你賺的錢 會比其他人多 你的物質擁有 會被人封口 那 其實 有錢 物質封口 是不是代表開心呢 不是 我以前都打過幾家上市公司工 那 見到那些上市公司的老闆 天天去算的生意 或者是 走去跟別人去攀比 他的身家多還是少 令到 是自己迷失 那 香港都是 就是 譬如你看到 海鮮麵包店 那 其實如果他正正經經 去經營麵包店生意 毛利率是非常之高 但是 是被 那些叫做 匯報 蒙閉了眼睛 那 因為他們有一個叫做 Turnover 有一個叫做 現金流量 很容易 是會拿到一些 叫做 貸款 Credit Line 或者是做到一條很漂亮的 舖租 是差不多 是很高槓桿 去賣商店 銀行 也都會是很配合 就是之前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會做一些生意 製造一些很高 租金的合同 左手租給 右手 令到 那個 舖位 回報率高 跟著 那個 估值又高 是借得到 很高的槓桿去買物業 在一個叫做 升市的年代 資產升市的年代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 自由行 其實說 十年前的消費 已經是見了頂 那些舖租 和那個舖價 是十級以下 那時候 他還未清醒的時候 覺得 會 就是看回到後鏡了 那個 訪港旅客 又會去增長 那個消費 又會是比以前多 現在是 只不過是以前的 幾分之一 這樣去想的時候 就出事了 那 全部 源於是什麼呢 就是 貪真思 就是你要去渴望 在物質裡面 增值 令到自己開心 其實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是很低層次的滿足 那 心靈的滿足 遠遠是比 錢財的滿足 可能有些人說 我很 偽善 很 怎麼說 假道學 自己為禮 其實我自己最開心 一個星期最開心 運動是最開心 一個叫做 所以每個禮拜 都起碼 都盡量會踢一場球 跟著就打一場網球 跟著去跑步 那這些會是最開心 那第二就是跟家人 見面 吃飯 是會最開心 第三就是去教學 尤其是教一些大學生 那你跟他分享自己的經驗 講 怎樣去市場裡面去減少去撞板 令到他即場可以不要走冤枉路 分享自己的過往經驗 那這個是很開心的 就算跟企業老闆去分享 都會是他開心 開心 除了是得到別人的認同 掌聲 或者是什麼之外 還有錢收的 那這些是 當是bonus 那所以 你講的 開心 其實 是那個內心 並非是代表物質 就是說 什麼大靚錶 駕駛車 我自己 在那個 不是那麼 覺得是 那個開心的來源 會在這裏 反過來 身體健康 就是 跟家庭 和合 反而是 金錢都買不到 那 你講的那些叫做 愛在的東西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 會是帶得走 那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講 就是做貴人 是比做婦人 是更加 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是更加向往 因為你貴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 講的 你會不會幫到人 你幫到人 其實會是更加開心的 有很多人 就 不是這樣想的 就是 覺得 一定要是 物質 排第一位 第二個 我想講的 就是 今天 信報 有個專欄來講 人是很害怕 沒有朋友 有一本書 就叫做 Flander Flanderholic 就是害怕沒有朋友 很多人 人的生存 就是 為了得到你身邊的朋友的認同 做那個統計 一個人 身邊的關係 比密切 朋友 有150 到200幾個 所以 就是說 你應該 很重視 這200條的關係 就是 我經常都說過 我昨天都說過 其實我說我自己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 為什麼 你對朋友 有期望的時候 你的失望就會很大 因為年紀大了的時候 自己就會知道 你當 將身邊的朋友 不要對他有期望 也都 不要去 關係去到密切的時候 你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很平靜 但是 很多人 尤其是 有些 譬如最近 有些 慘劇 就是 媽媽 就逼到兒子 讀書 然後 又有很多學童 去自殺 其實是出自於什麼呢 是出自於攀比 就是自己 希望 望子成龍 過分 令到子女 就是很不開心 其實 子女 那個不開心 沿著什麼呢 因為 他們 你沒有留空間給他們 曾經有一個機構 就是小童韓益會 做了一個調查 兒童快樂 那十大的原因 就是說 放假 成功做到想做的事情 獲獎 獲勝 健康平安 讀書成績好 有錢 有溫亂的家 收到禮物 不用考試 有時間做自己喜愛的事 那會見到很多小朋友 根本 是一點留白都沒有 就是 永遠編排到那個 時間密密麻麻 一天 讀兩間幼稚園 跟著 學東西 是 講人 一個下午 要學四樣東西 幫幫忙 補習 這樣的時候 腦子是不能停的 他怎麼會開心呢 那 所以 為什麼最近 你會看到 那個自殺率 是會很高的 自殺率 這十年來 最高峰是14.5% 比之前那些12%更重要 尤其是疫情之後 你若看到 其實香港很多小朋友 都是活得不開心 活得不開心的時候 就找方法去逃離現實 那你跟父母親去講 去解釋 父母親一定不會接受他的 講 因為他就說 人家個個都是這樣的 跟著 你又輸起跑線 你又要追回來 人生是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叫做追逐 那不是的 那 天生就是天養 就是他自己有 他自己的生命 那你其實 你灌輸到一個 三觀的價值觀給他 那其實 那條命就由他自己去走 無論做中下的工作也好 中上的工作也好 他最緊要是活得開心的 那 最後就想講一下 接下來有一套電影上 應該是今天會上 就是在說劉德華和梁朝偉那套 就是金手指 其實都很諷刺 兩個已經是六十歲以上的人 那 最近 在說那個票房 是在說創新低 就是 比上年都跌了幾成 那時候 那時候 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過去那幾年疫情 是沒有大的投資 還有拍片是難的 這一年裏面 大家對那些叫做 Marvels 那些英雄片 就是有些疲勞 無論是Marvel也好 或者DC Comics也好 大家都是這樣 第三就是 所有的年輕人 現在是不流行入戲院看電影 就好像我兒子那樣 他不會主動 說要去入戲院看電影 到十幾歲的時候 大家都是看YouTube 看短視頻 大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戲院看電影 這個習慣 就是沒聽過 他說約同學去戲院看電影 沒有的 那這個就是 那個人那個 叫做 消磨時間 或者消遣的形式 是所改變的 那戲院 為什麼跟Netflix 會差那麼遠呢 Netflix說的是一些基頂盒 那他有了你的數據 多不多人看 即時有反饋 那就知道 什麼的組合 他用了算法 記得 哪樣加哪樣 會是最好的配搭 那個戲鬼 怎麼樣 是你們最喜歡看 反過來 戲院不同 你要拍了一套戲 上了畫之後 才知道 好不好 票房 那有一個時間差在那裡 那去拍腦袋 去拍這些戲的時候 就是靠一些經驗的發行人 去做這些投資的決定 就是 也都是說 賣片花 怎樣去做一個眾籌去拍 那所以 不是你想像中 那麼容易判到的市場 十幾年前 你說 十幾二十年前 去講Ironman 很驚為天人 但是其實你看回一套漫畫 你Stanley去畫那套 紅色黃色的Ironman 醜怪到不得了 只不過Marvels 將它激活了 美化了 給賦能了一些新的元素 在那裡 大家喜歡看 去到Aventures那裡 那裡 每一格的格數 快到一些成年人 在那個眼睛是接受不到 看到是頭暈的時候 我就不選擇不去看 還有一些超人的出現場 是多到你支撐不到 就又不去看 那金手指是講一套戲 就是講一個真人真事去改編 就是講佳寧集團 那麼自己佳寧集團 就出事的時候 其實是講我是讀 應該是中二三左右 八二三年的年代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有個波友 我每一天都在球場去踢球 差不多打算打職業的 就是去曾經去試過 考魚丸青年軍 希望做球星那樣 那麼有個朋友 就在踢中一些叫做青年軍 那麼踢就踢什麼呢 就是踢佳寧青年軍 那時候呢 佳寧是每一個行業都涉獵的 就是有足球 踢到不知道去丙組還是越組 跟著就有旅遊巴 又有房地產 又有食股 又有食股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麼最後來呢 就爆破了 就是講著去買物業 就是買金門大廈 就是現在的美銀中心 整棟 賣給林秀峰 然後轉短時間轉樣 賺了很多錢 令到呢 他們的股票呢 就上得非常之快 跟著後來又爆破 那就是講著這個故事 那麼最令人覺得很峰迴路轉 很多電視劇都拍過 就是那個auditor呢 就是大馬來的auditor呢 就被人殺死了 那就是講著這件事情 那你想想一下 那年輕人我想對這個題材 和對那兩個主角呢 一定是不會有興趣 就是我兒子 一見到兩個阿伯演戲呢 不會覺得好看 那一定是有些年紀 我想起碼要40以上呢 這兩個明星呢 香港人才會覺得是吸引 你說要那個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去看 我兒子一定是不會覺得是一套 他對來講是吸引的戲 就是等同十年前我兒子都跟我說 看見鄭少秋和汪明荃去主持那個音樂節目 那他都說不要玩啦 就是兩個加起來百三四歲 那時候都還沒去到七十幾 八三四歲的時候 實在太老了 那時候唱了一些歌 和他們的康調 根本是他們是接受不了的 就是很多人去看那個市場 就用自身的角度去看 那你說會不會好收得呢 我想內地還可以呢 那我想香港都是一般 就是你說好像是一些超級爆的片 那我覺得那個細度啊 或者這個市場未必在 那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